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采用当地所产的铜矿石 在经过严格的断打铸造 以及多种特殊工艺的处理 使铜器表面呈现出色彩斑斓 变化闪烁的花纹 究竟有多奇妙 让我们一起到片中去欣赏一下 在惠泽 有一条著名的铜匠街 铜匠街里的张家 是人仅皆知的班铜世家 每天清晨 叮咚作响声从巷子里传出来 铜匠们就在这样的身孕中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最开始从原材料开始做 第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要看 看它品位的高低 如果从我们世界看的话 如果一看就是品位比较低的话 那是直接做不了 只是高品位的铜矿石 从表面看就要看着 有一些像这些 已经形成铜的 就说明能做 如果是表面你一看的话 就是都还在是矿石 品位只有百分之五六 那是直接做不了的 对原材料的要求相当高 它的品位必须要达到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班铜的制作 是一个极为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再好的天然筒 里面仍然会含有杂质和气泡 要想制作一件完美无瑕的作品 就要将这些杂质除去 行话叫做披铜 经过我们多次的锤链敲打之后 它就鼓起来了 说明这个地方里面还有一些杂质 夹灰或者夹石头等等 或者是里面有气泡和铜 它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它就敲起来鼓起来 有裂纹 有裂纹之后你再通过用弹子 把它踢掉 批铜时要尽可能的将右眼能看到的杂质 踢出 即便是深部的杂质 也要通过不断的反复的锤炼和敲打 将杂质踢出干净 最好的最好的打算是想象是里面就是静静的 什么都没有 做出来的工艺品的价值是最高的 相当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做到最后里面出现了很大的一块裂纹 像这种里面就是夹着一大块石头 像这些就夹着气泡 做到后面 前空前气 火炉旁的马永逸静静地敲打着这块处理好的铜料 时不时地还要将铜料放入火炉中回火加热 在他看来 回火必须要用上好的利炭 因为利炭的火焰温度高 并且不含硫等杂质 这样会避免与铜发生反应 回火是为了调整天然铜本身的硬度和韧性 使天然铜变软 从而更容易成型 什么时候回火 得听着敲打声 声音变得清脆时就该挥霍了 这是因为天然铜经过一次断打之后会变异 声音听起来就会变得清脆 看似简单的锤打 却是马永逸几十年经验的积累 落下的每一锤 都在微妙地改变着天然铜原本的形状 其中最难的部分 就是要使整个器物保持一样的厚度 这样的技艺并无捷径可取 也无书面技巧的流传 完全凭借技师数十年如一日的悄悄打打 慢慢把握 对于断打好的器物组装 也是斑铜工艺中一个不能小觑的环节 要使用同一块天然铜作为焊条 不同的天然铜中各种金属的含量不同 会影响到作品最终的价值 而使用同一块天然铜就会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 这件略见雏形的作品 还需要经过细心的打磨 在打磨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更换纱纸 而纱纸上的颗粒会越来越细 这样才能使作品的表面越来越细致 平滑 如此枯燥的重复操作 在他们眼里很平常 对于斑铜工艺师来说 这细致和耐心是极为重要的 斑铜妙在有斑 而在几百年工艺的传承中 斑纹的显现一直都很神秘 作为斑铜工艺中最为关键的一部烧斑 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对于火中取宝这个过程 温度 时间 火候都需要多年的经验来把握 根据每个工匠的这种 他对这个的斑铜工艺品的这种认识了 认识长短不一样 其实长短不一样 你觉得长烧出来好 就可以长点 你觉得短烧出来已经可以了 可以短一点好 因为时间烧长的话 它这种氧化相当厉害 有可能还有时间烧长的话 温度稍微高一点 就直接烧化 烧化的 就直接烧废的 也是不行 一般的话 成型的话 像我们烧的话 大概两三个小时 除了时间 温度的控制也非常关键 温度过高 会使金属融化 而温度过低 则烧不出最好的斑 究竟多少度最为合适 这又是斑铜制作中的一个秘密了 烧斑这个过程 燃料 地态的摆放 也是相当关键的 如果你摆放的不好 温度受热不均匀的话 你烧出来的斑 就会不均匀 一边大 一边响 而且达不到 它的 晶体的达到最透亮的 那个 关键的温度了 必须是受热 要相当均匀 如果是 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受热不均匀的话 有可能一个地方 火力相当高了 就会从一边就烧化的 所以 就是木炭的摆放这些 也要 也要凭我们艺人的经验 烧了很多 一个艺人 坐下来了嘛 都要烧坏很多很多的工艺品 烧废料 就像他们烧瓷器一样 烧废料就直接废了 烧的好了就 可以卖个好价钱 器物的厚度是否一致 也会影响到烧斑的结果 如果有的地方过薄 那么在烧斑的时候 薄的地方就容易先被融化 这样 整个作品就前功尽弃了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逝 从火中取出的作品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金光闪闪 是不是这次烧斑失败了 从马永逸的脸上 我们得不到任何答案 接下来 他将整个作品进行抛光和打磨处理 我们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然而 经过处理的作品表面 除了显得更加的平滑光亮 还是看不到耀眼的金斑 看起来 这仍然是一把普通的铜壶 这斑到底有没有呢 其实 工匠心里很明白 经过烧斑的过程 斑块就已经形成了 但是为什么在表面看不到呢 这是因为 还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主斑 我们保密的一个工系 也是一个显斑的过程 像整个工艺品里做出来 你是看不出这种晶体来的 虽然我们通过烧斑 险斑 断打等等东西 把它的整个晶体这些提炼出来了 但是 看不见 里面有这些金属但是你看不见 必须要通过我们化学的险斑 通过植物药水 给它浸泡 险斑之后 你才能看得出来 这个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路征 也就是我们保密的一个过程 主斑对于马永逸来说 是最紧张的一步 因为烧斑的成功与否 马上就能揭晓 对于半路出家的马永逸来说 没有祖传的秘方 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 马永逸说 这是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慢慢使主办的效果更好 主办的过程很快 最多只需要两三分钟 短短的时间 却可以让这把茶壶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来看看这茶壶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茶壶表面的金斑 仔细观看 金斑都成不规则的几何图案 光泽奇幻 枣型精致 在古铜色底色上 构成斑彩绿意的独特效果 斑驳陆离的剔透模样 让人爱不释手 金光交错的奇妙斑点 让人浮想连篇 这种采用天然铜 进行断打的斑铜作品 被大家称为生斑 采用优质的天然铜 全手工打造 再加上艺人自己的独创性 这些都决定了生斑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难怪有着一两斑铜 一两斤的说法 然而 如今优质的自然铜料越来越少 我们能不能人为的创造原料来制作斑铜呢 尝试在纯铜中加入适当比例的金 银等其他金属 然后将多种金属通过冶链混合在一起 模拟大自然造铜 让它混而不合 之后再胶筑成形 再运用生斑的显斑工艺 看看能不能显斑 那胶筑成形时 要选择什么样的模具 才能耐住这样的高温呢 工匠们最终选择了石膏 硅胶和石蜡 来完成这项工作 那这预高温就会融化的石蜡 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石膏和硅胶按照设计 制作成一个模具 然后将融化的石蜡溶液 慢慢地倒入制作好的模具中 蜡液就会均匀地粘在 里层的硅胶模具上 冷却后就会形成一层蜡膜 将石膏和硅胶取下 就得到了需要的蜡形 而蜡形要与制作的最终作品完全一致 为了让制作出的工艺品能够尽善尽美 工匠还要检查并修补蜡形的残缺 最后在蜡形的底部 沾上一个像这样的东西 如此脆弱的蜡形 用手轻捏都会破碎 又怎么能和厚重的铜器制作联系到一起 此时的蜡形会被运送到 快灰车间 在蜡形的表面均匀地涂上一层粘合剂 快灰就是在蜡形的表面裹上石膝砂 石膝砂是石膝砂经破碎加工而成的石膝颗粒 石膝砂耐高温 可以承受出上千度的温度 颗粒越小的石膝砂 可以将蜡形上的花纹图案 清晰地复制下来 然后将石膝砂均匀地 撒在蜡形的篱外两面 这样石膝砂就会包裹在蜡形的表面 晾干后还要接着上一层石膝砂 石膝砂的颗粒要由小到大 像这样反复七次之多 最后蜡膜从里到外 就会包裹上一层厚厚的石膝砂表壳 上这么多层的石膝砂 是十分有必要的 为的是使最终完成的模型更加的坚固 工匠利用蜡的融点很低之一特点 只需将快完灰的蜡形放到废水中 半个小时左右 废水就能将蜡慢慢地融化掉 而这时只剩下有石膝砂粘合形成的一个模具 并且模具中间会形成一个中空的夹层 退了蜡的空壳 还要放入被烤箱中进行被烤 被烤箱的温度要慢慢加到900摄氏度 使蜡形空壳的温度升高 而被烤是为了胶筑做准备 被烤还没有结束 那边野链车间已经开始工作了 合金的野链要在石膜干锅中进行 如何控制温度是野链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铜、金、银、鑫等金属中 铜的融点最高 干锅内的温度要控制在铜的融点以上 当金属全部融化后 被烤箱中的空壳也就可以取出来了 刚野炼好的合金溶液温度很高 而被烤升高了空壳的温度 这样就能使合金溶液顺畅地从这事先留好的进口慢慢流入无据 以致填充满整个空壳的加层 浇注完成后 等到合金溶液基本凝固 就要放到冷水里进行冷却 慢慢地将石英砂外壳敲开 现在所看到这个器物就是使用合金制成的雏形了 现在器物的雏形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下面的工艺与生斑制作相比 由于合金在高温环境下冶炼时 已经将各种金属聚集在一起了 所以也就省去了烧斑的环节 接下来可以直接对器物表面进行处理了 采用与生斑制作工艺一样的步骤 在主斑前做一个表面处理 对器物表面进行打磨和抛光 处理后的器物表面同样是光滑平整 这时这个器物与生斑主斑前十分相似 看不到任何斑文 不知通过主斑和险斑后能否形成斑门 形成的斑门又是怎样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金斑才慢慢地显现 但是显出的金斑与我们所想的却大不一样 与生斑相比 斑文更加千变万化 多半像云彩和树皮一样 因为斑文的不同 人们把通过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斑筒 称为熟斑 熟斑制作中 合金溶液为什么最后能形成金斑呢 原来合金溶液流入空壳之后 由于空壳通过被烤 温度会比较高 使得比铜溶点低的金属能够大量地留在溶液的表面 凝固后 器物表面的金斑就会越多越漂亮 而这些金斑无一不是工匠们聪明智慧的体现 生斑跟熟斑的主要差别就在于 一个是自然铜不通过融化进行断档 表现它自然的繁华 一个是通过自然铜融化以后 对它没有的材料切什么补什么 比如说它有切金我们就添金 切银就添上一点银 但是颜料是对的 但是没有一个条件就是高压 所以产生的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它的那个铸钞出来的斑 是任其发挥大的大小的小 所以出来就不自然 随着现代工艺的发展 熟斑的量则度和斑点 都与生斑极为小似 有的作品甚至比生斑更加水润 生斑与熟斑 一种是天赐的礼物 一种是通过人类的智慧 创造出来的 虽然熟斑的斑纹不那么强烈耀眼 但却有着另一种美 斑铜有着与其他金属工艺品 截然不同的风貌 变化微妙的斑花 端庄古朴的造型 雍容华贵的气质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推崇收藏 同时这项精湛的技艺 也需要更多的传承和发芽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